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来 投诉朋友来看一下 我们及时的LINE AT 小老鼠YES528 因为我记者会忘了讲 就刚才先跟你讲这个好了 那台北股市就是 今天涨上来了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这川普的外交技巧 这个所谓的谈判技巧 谈判技巧我们也不用太借而易 这个就是股市本来就有涨有跌 我昨天跟大家比较过了 美国股市礼拜五 道雄涨200点 昨天的这时候它跌450点 那涨到200点 我们没有撈到 我们没有撈到 那涨200点我们应该要涨 涨大概接近1% 我们没有撈到 那就直接碰到它跌450点 那当然正规盘的时候 美国股市先跌500点 最后跌66点 那当然我们就要跟上来了 跟上来了 好那亚洲市场上 今天都跌1%左右 也1%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像日韩股市 日韩股市是 已经休息好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们直接反映 跟昨天 比我们昨天跌的少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只要跌1% 意思一下 那我之所以这样跟大家讲说 股市是一个合情合理的 一个推论 我们在合情合理的 推论的情况下 做我们该做的事 像中国大陆股市 也稳住了 也稳住了 中美贸易战 注意听喔 中美贸易战打的就是5G之战 那5G呢 事实上已经上限了 所以中美一战打的 没有意思了 对于川普而已 就是那赶快把关税弄一弄吧 那个贸易平衡一下 你要不要跟我贸易平衡一下 本来中美贸易战 续算打的是5G之战 没有想到5G已经上限了 所以 美国再也抢不回5G的龙头宝座了 走到这里只有赶快把 那个 把贸易立场赶快协议签过 对不对 那美国 川普才能够专心去发展他的AI 专心进入他总统的选举 所以他现在中美贸易打的 这过程当中要的就是说 你的一些 所以说 这个智慧 财产权的保护等等之类的 这是他们关键点 他棋中国大陆拖拖拉拉 他棋中国 我就跟他 中美贸易打的是5G之战 那5G大家都上限了 中国大陆认为说无所谓啦 你又能够奈我何 那川普就从关税来帮你动手脚 这样的意思吧 懂吗 懂吗 所以中国大陆认为说 有市府拱拖5G都上限了 你能奈我何 所以就有点头头拉拉的 是不是 那当然就这个贸易谈判 最重要的关键时间点 这个川普就下重手了 可是5G上限 是已经今年事在必行了 那一样 川普为了选举一定会 会有做动作出来 不过分亂这几天过的时候 股市还是多了 今天很多股票你看 什么南电啊 太鼎太鼎 太鼎太鼎 鼎太鼎是我的名字 太鼎太鼎 你看这个立基型的PCP都上上上来 那齐鸿有没有 我们看齐鸿 有没有 开高走低 但这也是创新高 有没有齐鸿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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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齐鸿一过创新高 一定会拉回 它的固定模式 创新高就拉回 创新高就拉回 固定模式 它一拉回 所以三三二四的双红就可以接了 它们是有这种悄悄版的 所以今天我们开始接双红 这样 听了没 好 那1795的美食呢 这个 现在在等它财报公布 它这几天也是骂缓布上工 现在在基隆 我们成本价已经比较接近了 我们大概一百零几块 今天大概接近一百块了 一百块左右了 所以也比较无所谓了 我敢面对投资朋友 我不会乱讲 但是我最靠倒是两个族群 你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这叫什么 汉讯 汉讯 那大家看 你看汉讯 航线底部就在这边 比特币就在我跟你讲话 这个过程当中 又创新年新高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个要过才对啊 才合理啊 那事早上还没有这个消息出来 是我提前跟大家讲 所以这两天应该要上来了 你注意 第二个呢 这叫区块院 比特币的区块 现在全世界在讲这个 5月15号 天津啊 要开全球的区块链大会 这就是个题材 题材已经在那边了 所以 比特币涨上来了 比特币的区块链就会跟进 这第一个重点 比特币的概念股 第二呢 这里面有所有的金融区块链 美国的金融区块链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又再创历史新高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全球的金融区块链 金融区块链 我找一下给大家看 不然就是 金融区块链这样 你看 是不是 金融区块链 全球的 历史高点了 你看 这两天又要重新高了 那 突然金融区块 Fintech就是金融区块 金融区块 你想这个 一定跟金融股有关系 所以最近金融股也很强 你看那个2886的这个 这个赵峰金 这么大股票都涨上来了 那金融加区块链 就选的是电子 一定要跟金融有关系的 就是我跟大家讲 5410的什么 国重 国重 我之前跟大家讲 你看今天 虽然有个小小的上影线 但是我之前讲说 有没有什么 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你看 好 我说 它很像这里正在吃货 那时候我跟大家讲 这里正在吃货 那现在涨上来了 今天差点过高 好 那今天有量 今天量开始出量了 量滚上来才有架构 它以前曾经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一个月的时间 涨超过十倍 一个半月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一个月长超过十倍 历史有时候是会重演的 我们不用一个月长十倍 我们长一倍就很高兴了 是不是这样 我说过 你看它长期底部 如果你把它图形缩小之后 它长期底部 我们放周线来看就知道了 它长期是底部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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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是底部 有没有 长期底部 有没有 长期底部啊 会不会再来一次这样子 长期底部 会不会再来一次这样子 这个这样子是涨 一两个月是涨十几倍 现在对 那比较卡就知道了 所以 我跟你讲 殖利率很高 它每一年有七块钱 百分之七%左右的殖利率 这就是你的好买点 我就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 好不好 也许在这几天就要开始发动 今天已经有样子了 今天有样子了 今天成交量出来了 今天成交量出来了 这是周线 我们要换为日线 今天成交量是不是出来了 股市一定要有成交量 第一样开始布局 成交量出来了 没有意外明天应该会直接上去 你可以拭目以待 你的买点已经越来越不多了 所以呢 我们都领先跟大家讲 一样今天要跟大家讲 欢迎你加入我的Liote 小老鼠YES无论大 欢迎你加入我的Liote 股票有时候是不可能的 给你好机会 布局的话 你要把握 台股新工业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这些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